好 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乐在线开播15周年的大事啊 11月14号呢 将在上海万体馆举行的《风从东方来娱乐影响力盛典》的颁奖典礼 那说起来呢 想要有娱乐影响力 首先啊 前提就是要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下面呢 我们就来梳理一下 娱乐圈都有哪些迷倒上智爷爷奶奶吓到小朋友的大明星 孙宏雷好演技萌个性 1970年出生于哈尔滨的孙宏雷 学生时代极其调皮 酷爱霹雳舞的他一开始没想要当演员 后来阴差阳错地报考了中戏 这过程说起来真的有点曲折 第一轮面试中戏的时候 孙宏雷因为太胖 差点被淘汰了 校园里有个风格 每天早中晚三次跑步一次跑25圈 后来就减去36斤 减了36斤 然后就考上 孙宏雷把这股子拼劲完全挪到了自己的演艺事业上 一直98年他得到了出演电视剧《永不明目》的机会 这也是孙宏雷第一部戏 一开始赵宝刚轻轻给他安排了一个贴身保镖的小角色 但让赵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演员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 松手 你就这点招就是吧 松手 我不松 松手 不松 小兔子 我打死你 孙宏雷在电视音频上的爆发 无疑来自于2009年的潜伏 这部一度创下14点高收视率的电视剧 不仅让扮演余泽成的孙宏雷红的发子 也让他收获了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第15届白玉兰奖 以及电视剧《华丁奖》的最佳男演员 打破了一直以来 陈道明和陈宝国两位电视一哥的垄断 一个形象并不俊朗 不是我写的啊 真的 有着一双小眼睛的演员 好像都是缺点 下面就是优点了 是千万个家庭为他吃米 不分老少 不论男女 他们自称为雷迷 以至于他们开玩笑的说 这个姓孙的小子红了 余泽成太雷人了 于是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就是孙红雷 潜伏的成功让孙红雷开始 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大荧幕 三强 梅兰芳独占 孙红雷成为张艺谋 陈凯歌 杜琪峰等 大导演争抢的湘伯伯 这位绝对的实力派 已经将大大小小18个表演类奖项收入囊中 你要想活 我陪你 你想死 我也陪你 2015年东方卫视极限挑战 让人见识到了这位酷酷的硬汉 原来还有另外一面 观众纷纷表示更爱孙红雷 因为阎王实在是太好玩了 来 等会儿 我照一下啊 朋友 不要动 哇 好帅哦 郭建华高颜值高人气 无论是《仙剑三》当中的徐成青 龙回姑娘是千年前的人 而锦冲地的前世 就是龙鸟 还是《花千古》当中的白子化 你心怀天下 怎么就融入下他一人 说吧 他最近怎么了 霍建华浑身散发高冷气质 可远观而不可卸完颜 无论人气多高 霍建华摆在第一位的仍旧是演戏 以作品去娱乐观众为主 这是我们最重视的事情 虽说现在作为一名演员 霍建华已经相当成功了 但大家也许有所不知 最初他是怀着歌手梦踏入演艺圈的 也是因为当初有了唱歌的梦想 才让我真正认识演员这个职业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2002年为了得到演唱电视剧 原生带了机会 霍建华接下来的第一部电视剧《摘星》 尽管是误打误撞当的演员 但一镜组获建华就相当卖力 我记得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就是 凌晨4点钟就要集合化妆 3 4点凌晨 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车 所以要集合大家一起去一个地点 当我骑的摩托车已经成3点 还有很多跟我同年龄的 他们是在外面玩的 还没回家 我已经是出发要工作了 凭借英俊帅气的外形和精湛的演技 霍建华在演艺圈中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更是完成了从偶像派 到实力派的完美转变 虽然长了一张偶像派的脸 但霍建华却硬是要拿演技征服观众 死人问题什么的 更是不愿意多谈 对 我没有兴趣 我也不拍戏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跟大家分享什么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我自己的 对 所以可能就会跟人家 人家会觉得你比较老派吧 比较无聊一点 不但还是要这个 我觉得顺从自己内心吧 演戏之外的一切霍建华都惠谋如生 只有谈到自己的作品 霍建华才会滔滔不绝起来 别人眼中冒酷鼠鼎寒冬在剧组拍摄的 爱情迷倒了万千的观众 而杨幂和冯少峰的名字也立刻成为网络搜寻率最高的一对红人 一部公让杨幂红头了半边天 这也开启了他马不停蹄的拼命三娘的生涯 2011年由杨幂参与演出并上映的电影就达到了五部之多 而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他主演的恐怖片《孤岛惊魂》 这部投资500万的小成本电影上映不到一个月 更是突破了8000万票房的大关 成为当时内地最卖座的恐怖题材电影 仅2011年杨幂就囊括了包括第17届上海电视节白鱼蓝奖 观众票选最剧人气女演员奖 搜狐视频电视剧盛典 最剧网络人气女演员等13项大奖 此后的几年杨幂也没有 甚至到了2014年怀上了小糯米即将当妈妈之后 杨幂也是一副姐不在江湖 江湖却始终有姐的传说的架势 从2014年3月8号杨幂宣布停工安拍 再到生满宝宝坐月子 大秘密可是暂别娱乐圈好几个月呢 但它的存在感却是极其强大的 从分手大师到小时代 从古剑七谈到威时代 杨幂可谓是横扫了整个2014年暑气党的荧幕和音频 电影电视处处可见她的身影 这让不少的小伙伴惊呼 整个假期都被杨幂承包咯 即便是后来生了娃 当了辣妈的杨幂 依旧没有放慢过自己的脚步 早先小时代系列终结片在各大院线泄目 与李一峰合作的电影 怦然心动也跟着在上海杀青了 杨幂又赶赴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剧组继续开工 此外再加上绝技 赏金猎人 我是证人 电影版仙剑朱仙和之前上映的何医生肖默 一年久不洗 大秘密你这不是工作 你这是玩命啊 几位演员各个都有颜值 还有演技还够拼够努力 在你们的心中 谁才是最受观众喜爱演员的最佳代表呢 答案竟在11月14号 东方卫视风从东方来 娱乐影响力盛典 将来再见 演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